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盡頭繼續留來大劇團 來看今天的龍翔大戰 衛權推派徐若曦先罰登板 而他繳出五點二局八K 只是一分的精彩好投 退場時是勝投候選的身份 關鍵是隊友的打線 夜狗幫忙 特別點名最幫忙的 就是林孝成 音速小職場比賽五之三 繳出了萌打賞 搭配十九歲小將劉俊偉 又貢獻了拳雷打 中場衛權就用六比二 斬斷近期三連敗 臺北大巨蛋上演的龍象三連戰 來到最終章 連吞兩敗的衛權 推派徐若曦先發 只敗企圖先贏 不言而喻 千兩局沒讓中信越雷遲一步 三局上對上王震順 演出三球三陣 火球男面對向對前七個打擊 就飆出四K 但越東華喬打碰到座外野 稍後徐若曦又出現保送 一二雷友人局面 江昆宇適時見攻 這次逮中變速球 掃穿游擊防線 得點圈上的越東華繞過三壘 直闖奔壘 衛權回船已經來不及 忠信先持得點 不過四局下 黃山君去來送幸福 余謙在壘上友人情況 先出現爆頭 讓劉激鴻直接來到得點圈 同一個大棲 男貌一樣送出外野飛球雖然被揭殺出局 還是有推進的效果 讓紅色大炮來到三壘 面對冉成林打擊時 余謙又出現爆頭 單局兩次爆頭 讓魏敏軍兵部血刃 利用一直安打就把戰況追成一比一 好不容易追平 徐若熙卻又遭遇考驗 五局上先送出寶宋 忠信教練團果斷下戰術 下棒越振華突襲短打 三壘手徐激鴻完全傳篇 原本在壘壘的林吳敬偉狂奔上三壘 也讓黃山君形成一三壘友人局面 接下來教練團策動雙道壘 独手抓二壘 李凱威迅速回船 三壘跑者卻急踩刹車 這個罕見決定 最後也讓林吳敬偉只能被夾殺出局 更讓中性元氣大傷 徐若熙也急踩刹車 連抓兩個出局數安全下樁 錯失這次得分良機 也讓氣勢倒向衛全 五局下壘上友人情況 林孝辰反方向的進攻 掃到中左外野球滾到全壘打牆邊 這也讓音速小子可以展現快腿 一口氣殺上三壘得分大門口 是原本在壘壘的劉俊偉幫衛全攻下超前分 而且攻勢還沒落幕 其實要拱灌一棒掃到左半邊 讓林孝辰輕輕鬆鬆回到本壘 衛全取得兩分領先 而且六局下又要來看 音速小子 一三壘友人情況 一棒掃得強勁 將枯雨撲下去也來不及 這支中線穿越安打 是林孝辰擔場第三支安打 趁直扮演開陸先鋒 兩龍隊持續擴大領先 而門了四個半局的黃山軍 總算在八局上找到阻破口 曾宋恩面對林凱薇 一棒送出 左外野持續打牆外 這支揚春炮又幫助中信把落後追到兩分差 但說到大巨蛋開轟 龍隊也是略懂略懂 八局下累上兩位跑者情況 劉聚偉帶中這顆曲球 外野手一直退一直退 留不住了 這位十九歲小將的生涯守轟 西發三分炮也幫助衛拳奠定勝機 中場追六比二擊敗中信 終止連敗 好 看完男生打的職棒 接下來看到女生打的棒球 二零二次臺灣女子棒球聯賽開打 而且舉辦的規模越來越盛大 今年已經有十三隊參加 十三隊真的相當不簡單 都是職棒的兩倍了 而且今年的女棒聯賽 還特別下修了年齡門檻 還有新增U12組的這個部分 就是讓懷抱棒球夢的女孩 可以不留遺憾 至於幕後的推手到底是誰呢 馬上一起來關心 隨著一聲霸氣 Playball喊聲 全台第一個專門為女性打造的 長期假日棒球賽事 臺灣女子棒球聯賽正式啟動 聯賽邁入第五個年頭 2024年喊出棒球的美好日常 作為口號 希望打棒球就像健身打籃球一樣 成為女性的運動日常 積極進行女子棒球推廣的吳思瑶 長期投入男女性運動平權 她也親自到場支持 看到如今女棒規模越來越大 參賽隊伍來到十三隊 吳思瑶感到相當欣慰 會不斷地走到社區從基層推廣 那有很多的體驗機會 讓更多的女性朋友去認知到 原來女子棒球一點都不困難 2024女棒聯賽自五月底開打 賽程將持續到十一月 在全台六個縣市九座球場 進行六十多場比賽 除此之外 聯賽今年也下修參賽年齡 只要年滿十三歲 就能加入成人組 更額外新增U12組別 讓更多懷抱著棒球夢的小女孩 真正玩起貨真價實 硬邦邦的棒球 在場上揮灑汗水 這其實是我們 彌補我們自己的遺憾 其實我們從小跟著爸媽一起看棒球 我們也很愛棒球 但是好像大家都告訴我們 棒球不是屬於你的運動 所以我們也沒有機會參與 我們希望這樣的遺憾 不應該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今年我們首度嘗試 我們聽到U12 好多小朋友告訴我們 我們也想打 所以今年我們先從U12開始 如果有想要打棒球的女孩 棒球是屬於你的運動 會運動的女人超級有自信 會打棒球的女孩子更是帥 台灣女子棒球 世界排名高居第二 不過關注度 卻遠不及直棒女子累球 如今女棒聯賽長期舉辦 讓更多喜愛棒累球的女生們 多了累球以外的選擇 也期許向已經發展成熟的企業女子 累球聯賽看齊 讓更多人體驗棒球的美好日常 接著來關心基層棒球華南金控杯少棒賽的冠軍賽 台北市交手台東縣 而台東的楊念仙在一局上半就夯出一發兩分炮 不過台北很快就在下個半局追平比數 之後戰況不但膠著啊 就連雨神也來參一咖 這樣比賽總共熬戰了將近四個小時 台北市靠著張凱傑的再見安打 以3比2拿下本屆冠軍 華南金控杯全國少棒賽進行到最終決賽 但非常可惜天空不作霉 於是從早上九點開始就一直在持續 並沒有變效的意思 可量到場地以及小學生們的安全 基軍站高雄市交手台中市被迫取消 不過冠軍賽還是在等到雨庭主辦單位 與工作人員經歷三個小時的整理過後 順利展開 台北市與台東縣要來爭奪最後的冠軍頭銜 以及代表中華隊出征的機會 可為三年經濟四強的台東縣 開局就展現企圖心 開路先鋒 林傑瑞 先敲入場地規則的爾蓮安打 攻站上都點圈 之後靠著成功的犧牲處理戰術 前進到三壘的得分大門 下一棒輪到中心棒次楊念仙 同時這場比賽 台東的先發投手 自己幫助 自己得分 這棒攻擊 左外野方向 是一發兩分打點的全力打 幫助球隊二比零前去得點 然畢竟是總冠軍賽 對抗性絕對不會少 下一個半局台北市反擊 馬上就來了 連續安打外加保送 長上行程滿累局面 正是台東的先發楊念仙 還繼續不穩 連續投出兩次的四塊球保送 把剛剛既打回來兩分統統都划光 臺北二比二將比數頒平 雙方維持這樣平手局面 一直到四局下半 玉神再度降臨 比賽又被迫終止將近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再度開打 五局兩對東武功而返 六局上半 臺東也沒辦法把握得分機會 比賽來到六局下半 臺北市的緊急機會 這個半局第一位打者楊宣鶴 還有第二位打者葉成漢都選到保送 這時現場的預示也越來越大 壓力都來到臺東的頭首 呼起說之鞭 臺北市還發動雙道磊戰術 推進到二三類都有人的局面 得分的大好機會 詹詠傑沒有錯過 這一棒打穿中間防線 一棒當英雄的再見安達 結束這個因為下雨打了四個多小時的二鬥 也恭喜臺北市三比二迎球 相隔十二年 再度奪下華南金控盃少保賽的冠軍 我們來體育臺總和報導